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王一博这噱头都不用多讲了 顶流之位稳稳的坐着 人气居高不下 最爱捧高踩低的湖南卫视 可是把王一博当亲儿子来宠的 流量方面安排妥当 剩下的还要有实力演员作为帮衬 王静松加刘一军再次携手 恍惚之间穿梭在狼牙榜的片场 在网友的眼里看来 对于这两位中年宝藏大叔 他们两个就算是实力演员里边的顶级流量了 而这些优秀企业粉丝众多的演员们为大家上演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禁毒故事 主角携手打入贩毒集团内部 最终将毒贩一网打尽 这部剧是由公安部牵头发行 题材构正 完全不需要考虑或因为剧情内容的题材被限制 被各大平台踢皮球 这叫做背靠大叔好乘凉 平台一厢情愿的主推也没用 关键是这两年 主旋律的题材作品也正好受到大家的欢迎 由于社会各种因素交叠和舆论导向 网友们是越来越重视警察 医生 军人等职业 对于我们这些平凡百姓日常生活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了 因此呢 该类剧的一个题材就在这几年很是吃香 有时候呢 就连是偶像剧都恨不得套一个这样的壳子 总已见得职业类型的剧的魅力了 如此有内涵的题材号召来了这么多的演员 幕后制作班底当然也不差了 刚刚宣布的县礼剧《理想招要中国》的导演傅东玉就是该剧的导演了 对于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拍摄任务剧的导演 他们也许不一定能够创造多大的惊喜 但是绝对有底线保障 可是导演演员题材方方面面都觉得相当不错 很有保障的剧 一口有一口的毒奶 反而容易翻车 首先他因为题材而瞩目 却因为会因为剧情而受限制 好人就是好人 反派就是十恶不赦 经位分明的人物限定呢 很容易让人觉得有些乏味了 除此之外 剧情之上因为是比较正的方向 所以他聚焦的内容一定会少了些抓码元素 大家闲来无事追认是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提心吊胆 百转千回冲动的想砸手机的感觉 谁要不抓码不戏剧呢 此外 这几个演员虽然都是什么流量加深实力保证 但是已经被众多网友划分到毒奶体制里面去了 刘亦军和王静松自打在狼牙榜出道之后的这几年 拍摄的剧基本上都是扑该的 说难听话呢 有几部剧真心浪费他们的实力了 是不是感觉陈小豪就没有动静了呢 不是没动静 而是毫不几部戏都悄无声息的播出了 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 至于被压大宝的顶流王一博 那也不是百分百的保证 有他在就一定没问题 前脚刚演完有匪 最后的成绩可完全配不上他顶流的名号呀 最后还要结合整个市场反响来看 每一部类似的行政剧 公安题材的剧 在播出之前都是备受看好的 播出之后却总是未能够达到预期的状态 像是破冰行动 猎狐等等 精彩和演员这些剧确保了他们有一定的观众基础 同样也因为如此而限制了天花板的高度 所以这些剧总是讨论度有余 持久力不够 一部剧播出之前太看好会独奶 太唱衰又会逆袭 现在这些影视剧的变化莫测 已经让人看不懂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宾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